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拇指中指捏住下方部分 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 拿起勾针 在中间的编织线上勾锁针起针 这里先勾小花瓣 小花瓣需要起13个锁针 我们完成13个锁针以后 首先数一下数量是否准确 数量准确无误 从对着镜头的这样的效果 就是锁针正面 从勾针下方 倒回向下 从第二个锁针入针 靠近这个锁针的右下方入针 入针以后呢 勾针轻轻地上调 上方有两根线 下方有一根线 仔细比对是同样的效果之后 再去操作勾针 首先 带一个线圈上来 完成以后 左手呢 把下方的部分捏紧 再向上提拉引拔 从上方的线圈直接套出 完成后呢 继续向前方挨着的锁针勾针 每个锁针对应勾一针 同样的位置入针之后 勾短针 带一个线圈上来 绕线 一次退掉 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勾好了 第二针勾短针 为了方便区分 我们及时地在锁针上 标记一个记号扣 标记完成后 再去勾置接下来的部分 始终是从锁针的正面入针 勾针上绕一个线圈 接下来勾中长针 在左侧挨着的锁针针目上 入针以后 带一个线圈上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将这三个线圈一次全部退出 接下来我们在前方的六个锁针 一共勾六个长针 每个长针消耗一个锁针针目 勾针上绕一个线圈 穿入下方锁针对应位置 入针以后带一个线圈上来 绕线一次退掉两个 绕线一次退掉两个 一个长针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完成剩余的五个长针 完成剩余的五个长针 六个长针勾好以后 左侧还剩三个锁针针目 我们勾剩余部分 勾针绕一圈 入针后带一个线圈上来 这里勾中长针 接下来旁边的针目 勾短针 完成以后 向前方剩余的一个锁针 注意入针位置 先挑靠上方的这根线 入针后 适当把线圈拉得稍微大一些 再去入针 引白一针 带一个线圈套出 完成后呢 勾一个锁针的剑壳 再穿入 连接线头的这个圈 靠近左侧下方空隙入针 入针后 我们再引白一次 转折到花瓣的另一个面了 接下来另一个面呢 我们从下方的这个 每一根线处去入针 这一面呢 也是先勾引拔针 就在勾针的下方 第二针就勾短针 其余的针目与前方 另一个侧面一一对应 勾支之前 向上提拉线头 搭在勾针之上 一边勾一边收掉 我们入针 旁边挨着的这根线之后 勾短针 勾好这个短针 不要着急勾 剩余的部分 我们及时的找到 锁针的位置 标记一下 刚刚勾的是短针 那么倒退回来 就是引拔针 锁针引拔针 在锁针或者是 自己觉得有必要的地方 标记一下 以作为区分 完成标记以后呢 我们勾针 穿回线圈 捏住线头 继续编织剩余部分 勾针上绕一个线圈 穿入前方的线 把线头搭在勾针之上 带一个线圈 勾中长针 前方的六根线 对应勾出六个长针 一切 一切 冲出五个长针 我走开 眼这样 都不断 勾好六个长针以后 我们可以数一下数量 注意这是针目下方 长针的效果 与中长针是有一些区别的 也可以通过另一面来查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把这六针勾到了正确的位置 完成这六针以后呢 前方还剩三根线 三根线前面呢就是标记的锁针 现在我们从这个位置继续编织 线头可以放掉了 最后修剪掉 先绕一圈 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一个短针 最后呢 穿入下方的横线 注意上方是针目 是一个引拔针目 找到下方的这根线 带一个线圈 引拔套出 引拔针都可以稍微勾的松一点 第二圈还要入针 完成引拔针之后 记得勾一个锁针 同样的稍微提拉一下线圈 再去勾 勾一个锁针 再去引拔结束第一圈 我们找到记号扣旁边 是我们开始第一个引拔针 针目 在这里入针 入针引拔针针目 入针以后的效果 是视频当中的这样 带一个线圈 向上提拉 拉紧 这样第一圈勾之结束 为了找准第二圈 最后一针的入针位置 我们可以在 刚刚引拔的部分 右边呢 就是勾的最后一个锁针间隔 标记一个记号扣 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找到 这最后一针的位置 完成这一步以后 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短针部分 勾一整圈的短针 首先勾一个锁针起针 勾好锁针以后 我们是在同样的入针位置 就是刚刚引拔穿过的针目 再穿针一次 勾一个短针 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 余下呢 往前面左侧方向 往挨着的针目入针 勾出对应的短针 每个针目勾一针 勾几针之后 为了方便区分 可以再在刚勾的锁针上 标记一个记号扣 这样我们转过来 引拔结束的时候 可以找准对应位置 记号扣前方 就是第一个短针针目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把中间的针目对应勾出 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一直勾到之前在这个锁针上标记记号扣的相近位置 这里我勾到了记号扣前一针就停止编织了 注意记号扣标记的是锁针 左右侧各有一个引拔针针目 凡是有这样的针目效果呢 我们都要穿入对应位置 入针勾一个短针 明白了之后呢 我们穿入右边的这个引拔针针目 勾一个短针 再穿入记号扣位置 勾一个短针 完成以后 左边的这个位置呢 也要再入针一次勾一个短针 为了方便入针 所以我们第一圈呢 适当把线圈稍微勾得大一点 这样这三针就比较好勾 接下来这个侧面 到我标记蓝色记号扣的位置 也和之前的一侧一样 对应勾出短针针目即可 按照规律 我勾到了蓝色记号扣 右侧的引拔针 也勾出了一个短针 现在呢 我们将这个记号扣取下 取下以后 在它标记的位置入针 勾一个短针 也是这一圈最后的一个短针 完成以后 前方呢 这个部分是引拔 绿色记号扣标记的是锁针 这两个地方都不入针 我们直接穿入绿色记号扣 左边这个短针针目 带一个线圈 套出引拔结束第二圈的一整圈 为了增加牢固的效果 可以勾一个锁针固定一下 再将线留5到10厘米 直接剪断 一个花瓣就勾好了 大小花瓣呢 对应要勾相同的三个 将记号扣取下之后 再把这个结束的线头 拉紧一点 同时可以修剪掉 我们开始的线头 接下来我们讲大花瓣的勾支 大花瓣起15个锁针 同样的入针方法和位置 倒回在左针正面 第二针呢 入针先勾引拔针 完成后 勾短针 绕线 中长针 完成这个部分以后 在前方的八个锁针上 对应勾出八个长针 这是八个长针勾好 并且在开始位置 对应标注记号扣的效果 接下来在前方 顺余的三个锁针 先勾一个中长针 倒数第二针 短针 最后一针 引拔针 注意入针位置 完成以后 勾一个锁针间隔 再穿入左侧 这一根线 下方空隙 引拔针 向上抽掉 线头的多余部分 再去向下对应勾出 剩余的规律 剩余的规律 从引拔针转到第二个侧面以后呢 向前方勾短针 中长针 八个长针 然后勾中长针 短针 引拔针 完成以后 记得要先勾一个锁针 再去找到前方标记记号扣的左侧针目入针以后 引拔结束 第一圈 拉紧 拉紧之后 即使找到记号扣 标记在刚刚勾的锁针上 这是第二圈 最后一个短针针目入针位置 第二圈的勾之原则 从引拔处起一个锁针 同样位置勾短针 这是第一个短针 完成后呢 我们向前方的勾之叠加规律 以及收尾的方法 线头的修剪 和之前的小花瓣完全相同 大家对应勾出即可 如果在此基础上人有疑问呢 欢迎留言 演示到这里 小花片 大花片 勾之分享完成 我们的花片一定要完成到 视频当中同样的效果和状态 再去结束断线收尾 大花片也有一圈短针收边 每种花片 各需要三片才能做成一朵 接下来我们分享叶子部分的勾之 找到喜欢的绿色线 同样的方法用锁针起针 线头也可以留到稍微短一点 5厘米就够了 拿起勾针 我们勾锁针起针 这里一共需要勾31个锁针起针 完成31个锁针后 从锁针正面下方 勾针下方 第二针 入针 入针的方法和位置 和之前勾花瓣相同 穿入以后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短针包括演示的这一个 一共向前方勾出三个 每一个短针 消耗一个针目 勾好以后 请按照之前同样的原则方法 在第一个锁针上标记记号扣 接下来向前方 勾针绕一圈 前方的三个针目 各勾一个中长针 一共勾三个 完成后 我们继续向前方勾长针 长针一共需要勾十八针 消耗下方十八个锁针 勾出中间部分的十八个长针以后 我们前方锁针 我们前方锁针还剩六个 核对完成后 我们再去进行接下来的勾支 绕一圈 在前方的三个锁针上 分别勾一个中长针 这里一共勾出了三针中长针 还剩三个锁针 在前方的两针上 各勾一个短针 还剩最后一个锁针线圈 我们此时穿入上侧的这根线下方空隙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要在这个锁针里 再勾两个短针 过渡到另一个侧面 我们勾第二针时 向上收掉线头部分 这样勾针上有两根线 勾第二个短针 勾第三针时 把这根线搭在勾针之上 一边勾一边收掉 第三个短针 都在同一个位置 一定要把所有的空隙抽掉 那么这是转折部分的三个短针 一个针目勾了三个短针 我们在这三个短针 中间的这个针目标记一个记号控 注意对比一下效果 再去进行接下来的勾支 接下来把线头搭在勾针之上 穿入挨着的这根线 勾另一侧对称的部分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 好完成以后 前方的线 前方三根线 对应勾中长针 也就是勾三针中长针 完成后 勾十八个长针 大家按照规律 对应勾完 我们勾出上述部分后 先跟着视频的步骤 检查一下 针数针法 再去进行接下来的勾支 找到转折部分标记的记号扣 一左一右的针目 这三针都入针在同一个锁针 所以 跳过前方的这个针目 从这一针开始数 前方是两个短针 再往前三个中长针 再往前呢 就是十八个长针 并且和下方 针目以下的效果 是对称对应的 前方没有勾的横线 还剩余有六根 检查完成后 我们再去勾支 这样可以保证 每一片叶子勾得都正确 接下来 绕线在前方的三根线上 勾出三针中长针 勾好中长针以后 还剩三根线 先各勾一个短针 勾两针 还剩一根线 我们在剩余的这根线上 一个位置 勾两个短针 入针在一根线上 第一圈结束 下一步 在引拔之前呢 我们就把铁丝找到 准备带入 这个铁丝 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对折的形状 一片叶子比较大 我们下方 还需要留一定的长度 与主体连接 基本上 一片叶子 要消耗一整根 上方是这样 折过来的状态 好 我们调整好其中的一侧 铁丝下方的预留长度后 在引拔之前 先放在勾针 和编织线之下 用手捏住 穿入记号扣 旁边的短针针目 此时呢 铁丝可以在 勾针 入针后的上方 注意位置关系 我们再去操作 带一个线圈 引拔 拉紧 这是第一圈的结束 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 勾第二圈 勾织的同时 带入铁丝 调整好长度 再去勾织 先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 在同样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每一次入针 铁丝都在 勾针和针目之上 带线过来 就将它包裹在当中了 继续向前方 勾短针 及时地将记号扣 移到上方 新的锁针针目标记 从旁边的短针针目呢 我们中间的每个针目 都是对应只勾一个短针 到了这一侧 做黄色记号扣 标记的位置才有变化 中间部分呢 大家就包裹这个铁丝 对应勾出相应的针目 勾到接近黄色记号扣的位置时 首先我们看一下 前面编织物的状态 填充在中间的铁丝呢 在后边也不能漏出来 并且勾之一定的针目 就及时地打理舒展 填充在当中的铁丝 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 我们再来进行转折部分的勾支 上一圈的一个针目 三个短针 勾支之前 我们先根据 自己编织物的状态 向下弯折一下 上方的铁丝 整理好后 再去勾支 首先穿入的是 记号扣右边的针目 也是只勾一个短针 完成后 取下记号扣 我们在记号扣 标记过的这个针目 是一个针目 勾三个短针 勾好后呢 转折到另一面 继续 每个针目对应勾出短针 同时把铁丝带进去 转过来的时候 也要查看一下 下方的铁丝够不够长 两边 是不是一个相等的状态 不要勾着勾着 其中一根就缩进去了 一定要及时查看一下 勾完 第二个侧面的短针边后 及时转到反面 检查一下 没有铁丝和线头的漏出 都收进去了 再去做收尾 收尾 我们要找准 最后一次入针位置 看到这一圈起立所针 右侧这个部分 是引拔针 再往右边呢 这是最后一个入针针目 明确 入针位置后 我们再将勾针穿入 包裹的呢 是带过来的这根铁丝 还是放在勾针之上 在这最后一针呢 同一个针目 勾两个短针 再结束 入针后 把两根铁丝 往右边 固定合在一起一下 找到记号扣 左边的这个 第一个针目 引拔结束 引拔完成后 向上收紧多余部分 勾一个锁针 固定 再去结束断线 留5到10厘米 勾针向上提拉 直接把线头 从中拉出 收紧 整理一下 这样叶子 就可以等着组装了 勾出对应的花瓣 和叶子后 接下来我们讲组装 组装建议把大花瓣 小花瓣 分开放置 以防我们粘贴时 拿错了 如果对这个粘贴 一点概念都没有 建议 先只看一到两遍 操作 不走 心里有一个概念之后 再跟着视频操作 这样容易成功 一旦粘错呢 不是很好更改 首先我们从小花瓣 开始粘贴 我们先区分清楚 花瓣的正反面 对着镜头的是正面效果 现在呈现的是反面效果 我们将反面对着自己 正面远离自己 从第二圈 两端 按照视频的方式 整理好 整理成这样一个 反面向中心凹陷的一个状态 三半都整理一下 再去进行粘贴 要粘哪一个呢 就集中的放在一起 其他不连接的放远一点 现在我们将要连接在一起的两个花瓣 放好 都是同样的朝向 线头也要同样的朝向 首先从居中部分开始粘贴 注入热绒胶之后呢 我们就只在这个相同的侧面 来进行 粘贴 粘贴之后呢 用手维持 五秒左右 辅助定型 在这个时候呢 保持这个动作 不要随便地把它 拿过来拿过去 一直稳固在这里 它才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注胶时呢 不要太多 否则会在正面凸出来 大概有一定的时间后呢 为求稳固 我们可以再等 十多秒左右 再去粘贴下一个步骤 明白这个原则之后 接下来 我的等待时间 全部都被剪辑掉了 大家跟着操作呢 一定要记得 每粘一处 就等一段时间 好 现在我们来粘第三半画半 粘贴之前 按照之前的演示原则 整理好 再粘贴 如果我们开始呢 是从左侧这个方向 来注胶水的 就一直保持这个位置关系 把右边的花瓣 拼上去 可以以中间的针目 上下相对 不要错位 用同样的原则 用手辅助定一下形 剩余的这个缝隙呢 粘贴方法原则相同 按照上述步骤 把小花瓣初步粘在一起之后 先放置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找到花杆和钳子 其中一端呢 按照视频的演示 向下对折一定部分 这样和花朵主体连接时呢 它不易松脱 将花杆弯折好以后 现在重新找到花瓣部分 我们在靠近线头的这一端 进一步连接一下 连接的同时呢 底端 线头处 留一个小孔 可以容纳 弯折部分通过 现在在下方 针目对针目 做进一步的粘贴 粘贴时呢 手固定的同时 不要让底端的花瓣凹陷 可以用手 或者是手边有镊子的 也可以用镊子整理 辅助它是一个成 花朵 这样往外的一个弧形的效果 不要凹陷进去了 好 现在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将这三个缝隙 都把它粘好 记得底下留一个孔 粘好底端以后 要等这个胶彻底变冷了 变硬了 再去操作 否则我们操作时 会导致这个部分的变形 如果人有凹陷的一个状态 也可以 手指从上方 通到底端 去处理一下 再去和主体连接 从下方的这个孔呢 找到花杆 穿入 穿入以后 为了让这个花杆是一个垂直的效果 我们可以找一个 勾针 或者是一支笔 等类似高度的位置 调整到 自己觉得是 花杆和花朵垂直的位置 再去固定 有一个支撑物 在对应位置稳固后 我们再去注入热绒胶 我们刚刚 用钳子捏出来的这个圈呢 刚好是通过这个小孔的 然后往这个小孔 注入热绒胶 可以稍微多一点 是集中在孔内的 不要多出来 打进去 完成之后呢 按照视频的方向 轻轻地旋转 让这个胶呢 和花杆充分的接触 和毛线之面充分的接触 这个步骤 只要是一个垂直水平的状态 调整好了 等它多干一段时间 再去做接下来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第二层花瓣的粘贴 需要注意什么 线头呢 是有一点偏向 中心点的 所以不要以线头为准 我们看准起针的这个锁针缝隙 对准上一层花瓣 粘贴的缝隙 线头对着线头 捏在一起 对准这个缝隙 两侧呢 有中间的第一层花瓣的锁针缝隙 呈平行的状态 找准对应位置后 手呢 像视频当中这样 拖着花朵部分 轻轻地操作 不要让刚刚粘好的部分变形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翻下来 粘贴之前 也要整理好大花瓣的凹陷处 完成以后呢 我们首先在下方的位置 打一个三角形 避开外侧的锁针针目 然后和刚刚找准的位置 重叠上去 重叠上去 在前面的一段时间 都可以挪动的 调整的 用手轻轻地捏在一起 整理成自己想要的状态 手 食指穿入后呢 把刚刚有胶的位置 轻轻地向外顶 整理成花瓣 向外突出的弧线效果 固定一下 粘好一个花瓣呢 一定要等一段时间 不等的话就会像 我这旁边这个花瓣一样 没有定型 它就分开了 要多等一段时间 下端部分 连接完成后 我们的手辅助定型呢 让每一处花瓣突出的位置 效果接近 这样花朵从 每个角度看呢 才是精致的 并且我们刚刚粘贴的部分 不要产生特别大的间隙 我们用之前的方法原则 将下端部分 粘贴好 打理出想要的形状 整个粘贴过后的部分 已经硬了 感觉不会再变形了 我们再做接下来的粘贴 接下来我们把上端部分 进一步的连接 同时处理一下 第一层内部开口的缝隙效果 这里这个花呢 它是没有安装花蕊的 所以这个缝隙要留多大 自己先想好一下 再去粘贴 每一处效果要接近 想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花瓣翻折下来 胶呢 涂抹在上一层连接的位置 从内侧开口下 打一个三角形 这样成功地避开 外侧的短针边缘 不会将多余的胶溢出来 然后把花瓣覆盖上去 覆盖上去以后呢 用手从开口处 轻轻地往外顶 固定成一个弧线的效果 整理好的同时 再把缝隙处 调整成自己想要的效果 调整好之后就不动了 在这之前呢 稍微用手 多捏几次 才能有一个理想的形状 就是这样的方法步骤 大家用这样的原则呢 将花朵做一个最终的整理 操作时 手要轻轻地拖住下方 不要在这个连接的关键位置 把它折过来折过去 花朵连接好后 我们讲一下叶子的预处理 叶子呢 是要用手 把中间的铁丝 舒展一下 这样可以让我们勾的叶子 这个枝片 平整漂亮 整理好后 再在底端呢 把两个铁丝 稍微往中间合一下 靠近线头的位置 涂一点热溶胶 这样绕圈裹在一起 成饰品当中这样的状态 请注意 做这一步时 先舒展 中间的铁丝 再去绕线 这是我已经完成的状态 好 先放置一边 现在把我们 粘好的花朵部分 已经变硬了 再去缠线 之前只做了一个初步固定 所以我们缠线时 不要让它歪掉 要用手固定好 找准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再去绕线 把找到同样的 勾叶子同样颜色的线 从花朵下方的线头 捏在一起 留一定长度 向上方呢 稳固住 花朵和花杆 是垂直的关系 向上方轻轻地使力 挤压我们 大花瓣的空间 多余部分 集中在这里 绕线几圈 稍微使劲一点 做一个稳固的固定 注意花朵不要缠歪了 大概绕了几圈之后呢 就可以向下方 包裹花杆缠绕 包裹时呢 下方的线头 用手这样整理 捏好 我们右手上 缠绕的线 贴紧上一圈 这样不会导致 底下的线头露出来 缠绕到一定的长度后 我们可以抓住 底下花杆光滑的部分 按照视频的方向旋转 左手旋转 右手配合 中间的线呢 贴紧上一圈 它就 这个线就不会露出来 这样缠的会轻松且快一点 就用这样的方法继续缠下去 A lot of worlds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 接下来呢 我们到合适的位置 讲一下怎么连接叶子 叶子呢 上端是大概到花朵的一半 叶子可以正面朝上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效果也可以 首先我们把下端 有线头和铁丝的位置 和花杆捏在一起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的朝向 在这个位置呢 多绕几圈 稳固一下 这样叶子可以固定成一个 形象上的效果 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缠紧 缠紧以后 我们可以用手活动一下 这个叶子只要不是 不会随意的掉落下来 是自己想要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遵照之前的原则 继续缠线 缠线呢 就是不要把中间的花杆 以及其他的铁丝露出 我们用右手的食指呢 就紧挨着上一圈缠绕的部分 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次就把它缠好了 效率很高 有空隙就往上抵一下 这是连接叶子后下端部分 缠好的状态 一定要把两根铁丝的头都收进去 不要露出来 那么在底端跟大家分享一下收尾的方法 大概留两厘米或者是再多一点 缠好之后呢 首先用左手固定一下这个线圈的松紧 在下方部分涂抹少量的热溶胶 涂了之后就干净裹着这个部分 敞好线 在接近底端部分时 留一点线头断线 然后呢 在这里 按照视频的操作 稍微打一点热溶胶 把线头这样裹上来绕圈 底下的收尾就完成了 也很牢固 线是不会松脱的 这样一只花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上方我们花朵没有沾胶水的部分 是可以用手去打理处理造型的 自己想这个短针边往里或者是往外 自己轻轻地整理一下就可以了